大家好,我是顾费专家小杰 今天来聊聊在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被誉为放错地方的黄金资源 经过分解、粉碎、回炉再造 大多可以作为再生资源重新利用 比如费金属可以制成钢材 砖、石、混凝土可以制成沙浆等各种建材制品 木板、塑料、门窗等可燃物可以作为燃料棒或焚烧发电使用 建筑垃圾通过机械分选、破碎、除土、除铁、风选、浮选等系列工艺 可将垃圾中的可利用物回收利用 减少污染、提高资源利用率 同时创造经济价值 建筑垃圾处理一般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种处理方式 各有利弊 固定式配置灵活可连续生产 便于综合管理能有效控制生产成本 而移动式非常适合中小产量需求和经常移动作业的环境 机动灵活 转场方便 无需基建 经济实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 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